在我们的生命里 要达到成功 不只是一般的世俗生命 包括我们的心灵上的提升 我们的宗教生命 有一样东西 我们不能够忽略的 我们需要去了知和掌握的 这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这一样东西 在现代人的定义里 的解释里 叫做情感智慧 其实这一点都不新鲜的 这个在印度古老以前的 圣者的传承里 在佛还没出现以前的 这个圣者的传承里 就已经有了 就已经受到重视和强调了 那到了佛出现的时候 佛在这方面 更进一步的强调和发扬 也就是这个情感智慧 是这种情感智慧 决定我们如何的 有力量 有一种不受摧毁的人格 美德 是这种情感智慧 决定我们是否活得自在和快乐 而要培育这种情感智慧的力量 我们不需要看太远 只在佛陀的教育里 就能够找到了 是这种情感智慧 消除我们的种种的障碍 负担 包护 压力 等等 让我们成为一个强 健康 有力量的人 让我们的残修进一步 那 佛陀的情感智慧 是什么呢 最先我们要知道 一个佛 之所以是佛 他必然圆满 种种的波罗蜜 在众多佛所拥有的力量里面 有两个成分 最殊胜 最特殊 一 就是智慧 二 就是他的大悲心 那当我们说到这个大悲心 就是指情感了 那是佛的情感 没有健康 有力量的情感 他成不了佛 他完成不了 他的菩萨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深入了解 这个大悲心 你就需要了解他的智慧 你要了解他的智慧 你也要了解他的悲心 当然彻底的了解 只有佛 只有一尊佛 才能够了解另一尊佛 但至少 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需要去认识一些 那这个大悲心 那这个大悲心 这个悲心 是否是独立存在的呢 他有赖 其他的因素 他与其他的善法 串合在一起 那这个也讲不完 因为众多善法之间的串联和连贯作用 不是三言一两语就讲得完 也不是一堂课就讲得完 那今天我们会特别着重在四个好朋友 那就是 慈 悲 喜 舍 慈无量性 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古老的情感智慧了 首先我们说慈心 meta 这meta 是什么呢 是一种内心 很纯真 很无私的祝福 希望众生得乐 得到快乐 karuna 悲 是一个真心的愿 的祝福 希望众生 离苦 mudita 喜 这个喜 是无量心里头所讲的喜 和禅定 出城的那个五禅字的喜 不一样 喜的心境有类似 类似的成分 但它的内容 有点不一样 这个喜 是 一个心 一个愿 一个祝福 愿众生 所拥有的 好的财富 的成功 到好的 境界 还是什么呢 好的东西 不会失去 然后这个舍 舍是智慧的领域 你看 当佛陀讲到 教导这个 繁住品 就是事无量心 的时候 最终 讲到最后 还是智慧 舍 以 建立在智慧 建立在了知 建立在自然界 的真相 的一种 心境 的一种无量心 那就是舍 舍是建立在智慧的 而且 就是因为这个舍 支撑着我们的慈 悲 喜 有时我也会把这个慈悲喜 简称成 爱 但是 要记得 当我们佛陀 佛教里面 当我们谈到这个爱 的时候 我们要指的实在 是慈 悲 喜 建立在舍的基础上 那才会有真正的 一种 爱 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到 要祝福 祝福别人好 当然有些人说 这也困难 但是这还是比较容易 做的一回事 可是有些时候 自己苦的时候 如果我在自己的 私心 自私的世界里的时候 那自己苦 也很难散播慈心的 可是心比较广大的时候 就可以了 自己没有快乐 可是希望别人快乐 那个慈心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希望别人好 希望别人快乐 希望别人健康 希望别人平安 那是有爱心了 那叫有慈心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希望 只是这样子祝福 但是遇到别人 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说不管 不要只道麻烦给我 那 就是有慈 没有悲 如果我们只是有慈心 没有悲心 那我们的爱心 是有缺陷的 遇到人家苦 我们不肯伸出住手 真正需要花钱 花时间 花人力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付出 那是有慈 没有悲 我们只要做表面功夫 那那个爱心 是有缺陷的 如果我们有悲 可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所慈悲的对象 超越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能了 怎么可以呢 我高高在上 是我护着他的 那今天竟然是 他超越我了 不需要我护了 那 有些时候 如果 自己觉得 还是妒忌别人的成就 妒忌别人 超越自己的时候 那那个爱心 也是有缺陷的 也不行 只有当我们有慈 悲喜 都圆满的时候 我们算是 有了一个 比较健康 比较 接近全面 的爱心 但是 如果我们有慈 有悲 有喜 但是 当 别人 打击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 受到创伤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这个慈悲喜 可能就很困难了 那是因为 我们的心 承担不起 受不起 打击和考验 那我们的爱心 也有了缺陷 我们的美德 也是 还没有到达 不败的城市 可能 就被考导了 或者是 我们祝福 别人快乐 他 不快乐 我们祝福人家平安 他不平安 我们祝福别人离苦 他们没有离苦 我们祝福别人的好 所拥有的好 不会失去 他们还是失去了 那我们可能就感到沮丧 感到没有希望 感到我们自己的慈悲喜 我们的爱心 没有力量 也可能因此 我们又被考导了 那还不是不败的 情感自慧 还不是不败的爱心 还没有不败的力量 所以 当你因为爱人 而受到打击的时候 你爱人的能力 正受到考验 所以当我们 在受到考验 打击 磨练 奔将仇报的时候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不受伤 不受动摇 平平稳稳的 那个时候 你才有可能 就学得 也许你对别人的 慈 悲 和喜 那时才会有一种 不败的 安稳的 慈悲喜 稳定 不会被摧毁的 情感 到这时 那情感 就真正的健康了 就接近满分 或者是真的达到满分了 当你想要培育这个 圆满的情感 智慧的时候 你要想 重点在哪里呢 你要研究 当你研究这个基础 这个舍心的时候 你发现到 实在是 智慧 是重要的 最自然界法则的了解 是重要的 你看 培养舍心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这么念 sabe sata kamasaka 也许 众生 都是自己 业的主人 当然 单单在这个 业的层面 实在有 很深 很广 和牵涉到 更广 的层面的智慧 甚至也包含 缘起的智慧 可是 简单来说 就只是这个业 因为了解到 众生 都是自己 业的主人 你知道 即使是 你祝福 众生 快乐 他未必快乐 你祝福众生 没有苦 脱离苦 他未必没有苦 未必脱离苦 因为他们有 自己的业 当你祝福众生 所拥有的好 不会失去 他们所拥有的好 也可能会失去 因为他们也有业 即使是 你对别人 多么的好 但是 你可能得到的回报 在你的二业成熟的时候 还是不好的 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 你可以接受 生命里面 所遭遇到的一群 包括 奔将仇报的对待 再看下去 这个智慧的基础 当我们在研究 业的时候 你免不了 只要看 因因果果 当你深入去了解 因因果果的时候 你会了解到 无常 苦和无我 实际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主体 当你通过 观察 了解到 因果 缘起 无常 无常 无我的时候 那你对于 业的掌握 就更进一步的 更深 更透彻 那时 在修这个舍心的时候 那就更巩固 那这个 一夜的了解 不再是 口头念念而已 不再是 一般上 表面的了解而已 而是 来自 内心 来自 肺腑里的 一种 体会 证实 了解 谅解 那个时候 那个舍 它成了一种 很安稳 很健康 很超然 很纯净 的情感 不是迷惑的情感 是一种安稳 它不是无情 它只是一种超然的情 它不是极其 它是一种安稳的情 它是一种无量的心 不是没有心 不是麻木 只是 是一种安稳 这时 这就是 爱的基础了 这就是 情感滋味的精华 由了这个舍 为基础 由了这个舍 的根基 的精华 那 慈 悲 喜 也自然的 不败 它是一种 无量的心 让人们走出 自己一个 狭窄的世界 走出 那个自我 走出 那个私心 那是一个 广阔的心 不会在自己的 狭窄的世界里 转牛角尖 不会为了 生命里的 一点小小的 遭遇 得失 苦了 而走不出来 它是一种 无量的心 广阔的心 健康的心 有力量的心 清纯的心 最美的 当我们如此 培育 这个 持 无量的心 悲 无量的心 喜 无量的心 舍 无量的心 的时候 心 开始 变成 广阔 无边 开始 能够 涵容 能够 承担 开始 有力量 开始 健康 纯净 这时你会发现到 你的生命 开始改变 你的人际关系 关系 开始改变 你的眼界 你的眼光 你的残胸 开始改变 你会发现到 你的心 更加的清明 看东西 更加的清楚 单纯 智慧 也不再那么远了 就是这个 情感 智慧 不需要到很远去找 在心上 找 不需要寻找太多的磨练 让生活的每一个 遭遇 磨练你 栽培你 训练你 所以不要抗拒 任何一个 生命的遭遇 让每一个 遭遇和经历 经验 成为我们训练 这个情感 智慧的 机会 和工具 因为真正 全面 圆满的 情感 智慧 是经得起 种种的 造诣的 不然 它就不是 全面 就不是健康的 情感 智慧了 在还没有 到 有更高的 观察 智慧 以前 我们 需要的是 一点点的信仰 和 试验 和尝试 当你 带着一些 尝试 带着一些 信仰 一些尝试 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所做的 每一分 都会 增强 你的快乐 和承担力 然后 每一次的 小小的 提升 都会加强 你接下来 实践的 信心 力量 就试试看 走一步 这一步 会带上 另一步 另一步 又会带上 另一步 不过 不能够等 不能够等到 你真阿罗汉 的时候 才说 我情感源 情感智慧 圆满了 因为 如果情感智慧 太差的话 第一步 关乎 这些东西都成了 都成了 那么的艰难 不能够 等的 一分 就一分 两分 就两分 今天 能够培育 一点的 情感智慧 别发现到 那就容易一些 因为等到 我们在 阿罗汉 到过的时候 那已经 不需要 修了 所以 现在 修一点的 情感智慧 让我们的心 会更容易 贴近我们的目标 不管是什么目标 如果是安波 就是我们的 出入席 当我们的心 有具备 情感智慧的时候 我们不会抗拒 我们不会 执照 那个距离 我们不会心 跑过头 我们也不会心 跟不上 我们也不会 不安分 不安稳 不会 那个心 就是 好好的 安住在目标上 只是当我们 有健康 平稳的 情感的时候 不然 我们的心 就在波动了 在挣烫了 在挣扎了 摇动了 所以 这实在是 生活跟修行 都需要的素质 如果我们要 活得更快乐些 培育慈悲喜色 如果我们能够 更容易地 守戒 培育慈悲喜色 如果我们希望 我们的定力 能够快速地 提升起来 培育慈悲喜色 如果我们 希望有一个 更平衡 更带来实惠的 实际利益的 智慧 培育慈悲喜色 所以 我们 需要培育 智慈悲 情感智慈悲 慈悲喜色 却一步行 它不能 好好地操作 这整理起来 它会运作得更好 可是这个 关键就是 要小心地 我们的 情感智慧 最大的 祸首 就是 我们的私心 我们的自我 我们把东西 看成是 我的 这是我 我的 我的自我 这个不可以 那个私心 那个我一浮现的时候 什么情感智慧 都很难 建议起来 只有我们 放下私心 我们才能培育 这个情感智慧 所以 好好地培育吧 让我们用心地 培育 这个慈悲喜色 培育的心 是一个无私的心 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如果你带着 要得到什么的心来培育 那也不可能 因为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人 许觉得 学佛的难处 可是这个难处 只要你明白了 它也不 并不怎么难 基本上 就是 你越多私心 越阻碍 越放下私心 越自在 就是如此而已 教杰就在 放下私心 就是如此 所以自己会改变 和自己周围的人 也会因为 我们的感染 而改变 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试试看 再在旁边 多下一点 功夫 很自然的 就只是 一个真心待人 那 你还发现到 这真心本身 就是平衡 不需要害怕情感 情绪 当我们讲情绪 通常我们都是 指不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 讲回情感 不要害怕 健康的 好的 它有力量 你的定力会更深的 如果你的情感 是丰富的 是健康的 所以呢 这个 情感智慧的关键 就是我们要克服 那个私心 那个我 让我们努力的 克服自己的我 自己的私心 包容 接受 别人的我 别人的私心 当我们能够 这么做的时候 外交是一种自然 不需要成了可套 还是什么 一种内心的关怀 就出现 人际关系 自然就会比较好 如果我们放纵 自己的我 要别人 一夜之间就没有我 要别人走进来 佛门就没有我 那我们会很苦 我们会很苦 我们会抓蛇 学法 这样子学法 就像抓蛇 抓错鞭 抓到蛇尾 舌头 咬回我们 如果我们以法来 衡量别人 要求别人 对别人苛刻 那我们只有更苦 可是 如果我们呢 带着体谅 自己做 自己战胜 自己的我 原谅别人 知道别人 只要他还不是阿罗汉 他就还是会有我 包容别人的我 当我们这样子用的时候 我们的法 对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会产生真正的利益 真实的回忆 好 带着这样的心 我们来修这个慈悲 喜乐神 希望我们大家的生命 都会好好的提升 生活上会快乐 然后 参修 也会过得很好 很自在 很舒畅的 好好的 没有不必要的痛苦 都能够 助你的 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